大家好,欢迎收看real.js,从入门到实战 那么经过之前的那么几,大概有十几节课,十一节课左右呢 我们基本上把这个real.js一些比较这个基础实用的部分已经讲完了 这节课以及这个下一节课呢 我们这个分为两小节主要是对之前的这个一些知识点 之前讲到这些知识点做一些这个回顾和一些总结 那么这个这节课呢 我们会主要先讲一下这个real.js的gsx组件 以及state和props 然后下一节课来讲一下这个组件API,圈据API 组件整个生命周期 安杰克斯使用form表单和这个表单 表单和这个视线系统 以及这个元素的重排 reconciliation和这个refs使用 那么其他的更深一步的内容 包括这个real.js和这个flux呢 如果大家这个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直接在这个可以在网上再搜一下 因为因为这个这部分内容 其实是已经这个使用的有一段时间了 网上去找资料的话 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这个学习资料的 所以由于这个时间关系 我们就在这一系列的课程当中就不在这个对那些东西再进行更深一步的这个更深一步的这个介绍了 如果学习的话可能又要花上几个小时 所以这个感兴趣的同学 课下可以再进行深入的进一步的这个学习 然后我们这些这节课呢先来这个回顾一下这个gsx 组件和这个state以及props 那么在gsx的部分呢 我们说了一下 这个gsx和之前的 见到的这个tml的这个使用 egs的使用 有一些这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直接自定义组件 直接自定义的这个返回 自定义的这些元素 通过这种迁调添标签和这个自定义组件的标签这种方式呢 来返回一个新的这个 呃叫做react component的这种类 那么在这个这个的其实它也是借助了这个 呃gsx到gs的这个转化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也可以直接来写 主要是借助于这个browser里面 就是gs来这个内部做了一个转化 如果不用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直接自己来这个create class 啊不对create element 被这个带进去了 通过这个create element 找不到这个例子了 通过这个create element 然后啊这儿通过create element 来直接这个呃生成对应的标签 它传的时候包括这个标签的元素 标签的属性 以及最后props 以及最后这个标签内容 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创建 那么在使用使用的时候和这个 使用的时候和普通的 和普通的那个time标签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首先第一个是在这个 嗯 首先第一个在于这个它元素嵌套的时候 等会儿先是区别 先说一下这个使用 就是在使用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是它可以直接这个 它可以直接嵌套你的子元素 或者是这个tml元素 或者是自定义标签 除此之外呢 也可以自定义的添加一些这个属性 属性是完全自定义的 嗯 那么在使用tml的时候呢 可能有些属性你是需要这个通过添加data啊 或者是这个 嗯 等等等等这类的方式可以访问到 但是这这种方式就是一个是自定义的 再一个是你在使用过程当中呢 就是 可以不定可以这个任意的签到子元素和这个tml元素 再一个是这个尤其要注意你在天下属性的时候 会有些特殊的标志符合这个tml的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class 原来的手你是可以直接写class 但是你在写gsx的时候 如果你要用到class 必须用class大写nameclassname这种来做转换 这些东西是需要注意一下 不然的话会报错 然后像这个phone呢 可能使用的时候就需要用到这个tmlphone这种标签 然后style呢 虽然还是style但是它和原来的有点不一样 原来的是直接这个通过你的这个呃引号 然后来使用 那么这个style呢 它随后 它是直接通过这个需要通过呃 传对象的方式来使用 而对象里边呢 你可以在这个呃 在签到几个不同的这个签到几个不同的这个类 然后来做一些这个呃 重立元素的使用啊 或者是 重立元素使用 但是要注意这个右侧的这个大括号里边 对象对象 右侧的大括号 对象里边这个属性 它优先级是比左边的高的 会导致覆盖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些值你没有负的话 它会有默认的 会有默认的 比方说你原来设立一个background color什么的 但是你在左侧 但是你在左侧并没有使用 但是在右侧右侧并没有使用那么的 很可能就会默认的值把左侧这个覆盖 那么如果想避免这种情况呢 你可以比方说直接通过这个就快 这个extend 一个a元素b元素 把这个b类当中的这个相同属性 然后复制给a 通过这种覆盖方式 然后把这两合并成一个 然后这样直接复制给这个style 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然后再一个说了一下这个unchind unchind它是和原生的这个chind 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有任何的改变 都是直接这个反映反映出来的 不用通过这个input组件的 通过focus然后blur啊什么之类的 它改变 那么这个呢是借助于它 有一个自己的一套视线系统 叫做synthetic event 视线系统 这个待会讲到 随后讲到世界这块 再具体来说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大线 也区分的时候 需要注意就是我们自定义的组件 一定是这个需要手字母大写的 和这个atml的元素 做一个区分 atml的元素 它是所有的标签 手字母都是小写 整个都是小写的 那么我们自定义组件 首先第一个字母是需要大写的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然后另一个是这个grade element 我记得我看到 建造了再说吧 建造了再说 然后讲完 讲完这个gsx之后呢 我们紧接着来说了一下这个rexgsgs当中的这个组件 组件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每一个create class react.create class的时候呢 它其实都是返回了一个这个自定义的组件 那么这个自定义的组件呢 会有这个state和props 两个最基本的这个属性 两个最基本的不能说属性 两个最基本的这么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在使用的时候呢 create class 它通过create class 然后传了一个对象 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包括这块当中也有使用 就是你通过传一个对象里边 包括它指定的 还有说名称 把它原来的这个函数做了一个覆盖 那么这个里边 你在create class的时候 最基本的首先要有一个render方法 这个方法主要是用来这个渲染 你返回的天板元素 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式 然后呢是来这个 有些自定义的函数 或者是这个initial state 那么这块特别要注意一下 对于一个组件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对于一个组件来说 是需要有这个输入输出 以及状态 输入输出呢 主要就是通过这个props来传递的 包括它的这个拥有者传递给它 或者是它传递给它的这个子组件 等等都是通过这个props 来传递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除了这个输入输出之外 另一个就是这个它自身的状态管理 因为我们对于每一个组件 都有一个状态机的概念 那么这个状态管理呢 就是通过这个state state的用法来这个 来实现的 那么在这个state props 我们会在这个待会儿更详细的进一步来这个说一下 这块有两个牵制到组件 对于组件概念本身来说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 一个是这个复合组件 这块其实说简单一点 就是我们之前在讲到的这个上学的时候 或者是有计算机课程同学 或者是这个平常读书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这种组成 以及组合的这种概念 那么所有的这个组件呢 它其实都是一个 在react.js当中 它这种组件 其实都是一个组合的这么一个形式 包括这个 比方说这块 这块有个hello组件 hello组件里边 它有一个p标签包裹的 包括一个文本 加上一个time组件 那么这个可以说 这个hello组件呢 就是有这个p标签 加上hello 加上time组件 组合而成的 那么这种关系呢 可以说它的关系是一个 这个是属于一个 拥有者和被拥有者的关系 而这个time组件 它的真正的parent 它的副组件 其实是这个p标签 那么这就牵扯到 这个牵扯到刚刚说的 这个拥有者和这个parent owner和这个owner和这个parent的 一个区别 然后我们来说了一下 这个你在传递 传递这个probs 传递属性的时候 都是通过parent来传递 再一个是这个 嗯 复合组件 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通过mixin的用法 把一个我们自定义的一个对象 那边也包括了这个刚刚说到的一些 这个reactor component 带有的一些这个方法 然后通过这种覆盖的方式 把它这个传递进来 通过mixin的用法 把它这个传递进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执行 它里面的这些方法 它的作用就是 你可以比方说像这种 计时期啊什么的 可以抽出来和任意的其他组件 做一些混合 能够比较抽象的 来做一个这种独立的组件 然后说了一下这个 补充的几点东西 首先this this呢就是说 你在这个函数里边 不管是这个 指定函数 不管是这个 自定义函数啊 或者是这个 只要在组件本身当中 你用到this 它都是这个默认 都是指向当前组件 当然了 除非是像这种 函数里面又签套了函数 那它也很有可能是这个指向圈局的 这个时候要注意 要做一个这个bind的操作 然后呢 这个绑天实件的实质 就是它自定义了一套 实件系统 这个作为一个区分 和这个原生实件系统 作为一个区分 再一个是这个state phone 这会我们讲的 就是说 尽量要把每一个组件 做到这个无状态 然后有一些这个 有些组件可能说 你想要和其他组件来做一个区分 这块和这个 待会讲的state list 可以来做一个这个 哦 没写 没写state list 就是这个state phone 这块是主要是说 每一个组件 我们知道 如果不给它负值的话 不给它负这个state的话 可能是 可能它就是一个无状态的 但是 你在使用到这个相同的 类似里边 有一对这个力标签啊 或者什么的时候 因为它是无状态的 所以默认 默认情况下 它就会把它这个 就像上一节课 讲到这个 组件重排的时候 会说 把某些 把相同的力标签 它不会删除元素 而是直接把这些元素的内容 做一些替换 那么如果说 你想要保证这个力标签 它是独一无二的 是这个保持它的状态的话 你就需要了 给它来一个key 来说明说 来说明一下 就是说我这个力标签 就是针对于这个key的 而不是针对其他的 来做一个这种区分 然后紧接着来说state 我们这块提到 就是state主要是用来存储 这个当前组件的一些数据 要和props来 可以做一个对比 来了解 那么state当中呢 主要是存储这个通过用户的事件 通过用户的一些操作 来默认的时候 可能导致的一些这个 用户数据的改变 以及这个可能会导致 资助件的改变啊等等 那么有些数据是 这些数据是需要存储的 还有些数据是不应该存储的 就是包括说 你可以通过state state来存来计算出来的 或者是通过这个 有副组件传递的 props来计算出来的 甚至说这个动物元素等等 是可以计算出来 这种东西是尽量不要保存的 因为这些东西 你可以直接放到这个 真的方法里面 比如说这种 rkminstate 这种呢 你可以直接通过state 另外一个值 通过它计算来获得的 就不要再在state当中 另外存一个值了 能计算出来的 就就现场计算 就需要的时候历史计算 不要这个全都把变量 存到这个state当中 你要知道这个GS的这个逻辑运算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这个主要性能瓶颈是在于到我们操作 所以这种逻辑运算 我们还是可以放到这块来做的 不用说都是给都存储起来 再一个点是那个尽量保证组件的无状态 这个也是刚刚这个提到的 就是说 尽量办法 有些值这个通过能通过属性计算的 就光光通过属性计算出来 然后这个如果说有些值 像这个hello里边包括了这个input和一个手 如果说有些值 你是通过子组件 子组件改变之后 请你name它可以通过 比方说这个通过电源副组件 就是相当于说要有一个组合的这么一个概念 我子组件的任何状态 可能影响到其他组件 甚至说就算不会影响到其他组件 只是作为一个存储意义上的划分来说 那我就把有些值任何子组件改变 都上传到副组件 在副组件上做一个统一的这种state的管理 然后我本身组件保持一个这个stateless 保持一个无状态 这样的话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实践 实践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实践方法 然后这个state和props区别呢 之前也一再提到 就是说state主要是用来存储本身的数据 存储这个子元素的数据 而props呢主要是用来做一个数据传递的工具 主要是不管是有这个owner上一层元素传过来的 或者是这个传给下一层的 或者是当期元素传给下一层的 都要做这种 都是都是这个通过props来这个传递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提到了这个prop types的用法 prop types呢主要是就是限定了这个props 限定了这个prop传递的这个属性 它的数据类型是什么样的 然后提到了总共有这么几种 stream,boot,number,instance of,message 还有wamp types 就是列举出来几种类型 每举 然后从这当中选一个 或者是有指定的某一个这个数据类型 组成的这个数组 甚至可以自定义一个函数通过判定这个written true or false 以及这个是否抛错 然后来这个规定你要的这个属性值应该是什么样的 那么在这块那个 这只是列举的几个值并不是特别全 这个我记得state cost名流 这边当中有提到这个components 这个我记得那个那节课的时候 有提到过一个这个链接 就是有一些这个props 哦对就是在这个页面里边 有这个所有的这个props列举出来的这个用法 这个大家回头一定要在不清楚的话 可以在这个现实查阅一下 因为像这种 嗯列举类型的东西 你但凡会一两个之后 其他类型都可以这个立马举一反三列举出来 举一反三这个会使用就ok了 到时候大家就是说知道到时候出现问题了 怎么查去哪查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实时的这个函数 实时的检测这个属性值是否是否合法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提到了这个reacted their children props their children 就是获取这个这个其实不是不是说是秋正属性 而是获取到当前的一个组件 它的所有子组件 那么这块我们在说的时候 说这个this their props呢 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 呃为空的状态 这时候你如果用map的话 它就会出现这个non点 non点map 报错 那么一个比较保险的做法 就是直接调用reacted their children 的map 这种方式传入这个当前的 这是一个全局的静态方法 传入这个当前组件的这个children 然后使用这种这个map方法来调用 这会是一个比较保险的方法 因为这个到时候它没有的话 就是反过一个空数组而已 然后又说到了这个结构复值 结构复值用法呢就是三个点 这要是用来可以把某些这个 呃这个是属于es6里边的用法 可以把某些单独属性 把某些属性提取出来之后 比方说巴拉巴拉我这props传递了三个值 然后这时候我把其中的age提取出来 把剩下的当作这个others继续向下传递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这个通过这种用法 三个点用法把某些值排除出去 然后也可以当然也可以这个不排除 然后直接把这些值全都传出去也ok 然后又说了一下这个双向数据流动的时候 如果是紫元素要这个想要改变负元素的这种状态 那么可以通过这种callback回调方式 直接在parent里边 parent把自己的这个函数传进去 然后当作属性传进去 那么紫元素在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调用负元素的这个props 呃点巴拉巴拉方法 这个add count 直接调用负元素的add count 这样的话另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任何如果同一个副组件里边有相同的几个子组件 或者是不同的子组件 但是调用的是同一个方法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副组件的这一层面 呃在这个拥有着这一层面来做一个统一的这种数量的管理啊 或者是一些状态的管理啊等等 都是比较方便的 就是可以通过这种回调函数的使用 然后这个下节口我们来讲一下剩下的这么几点 剩下的这么几个这些核心到这